做立百平獎 歡迎來到 《雞娘聊遊戲》 這個節目 extends about plays 大家了解當即遊戲或是講演遊戲 秘技彩蛋等等 看看我們這個裝扮 就知道呢 今天的影片 飛頭小渴 對嗎 我今天呢扮演的呢就是 魔法風雲會 全新系列神河泥朝記裡面的 帝皇飄瓶皇 神河有五個 飄瓶皇 你 又丟了嗎 那我是誰咧 你今天扮演的是一個男孩子 這個可愛的男孩子啊 哦 你今天扮演的是非常帥氣 非常man在這一系列 也算是一個主角的 忍者彭洛克 七月回座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耶 這一次呢 魔法風雲會的全新系列神河泥朝記呢 是結合了日系和風加Cyberfunk的元素 整體的檯面設計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那我們今天也要來找一位 厲害的專家 來跟我們一起開箱 全新系列的卡包 那我們來走 我們來走 你你你你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今天的專家 郭子晉 大家好 我是郭子晉 我老闆真的是大有來頭 你知道哦 他除了是我們2012年魔法風雲會的 全世界冠軍 還有玩卡牌玩到開桌遊店 然後成為了魔法風雲會 台灣最大金銷商 想問一下老闆 大概是幾次的時候入坑魔法風雲會的啊 大概是1996年左右 那我 26年前 26年前 哦 那不就是這個卡牌 剛推出沒多久的時候嗎 對 學校同學啊 就是剛好把台南卡牌帶來 全班就開始 為之瘋狂 一發不可收拾 一玩就玩了20幾年 我們都開一個店 超棒 老闆是魔風全台最愛之槍商 那店裡面有沒有什麼魔風比較特別的專區 或什麼的 基本上我們的店就是一個 魔法風雲會的專賣店 我們整層都是提供魔法風雲會產品 幾周邊的 那專區的話 魔法風雲最新系列神河泥潮記也就是上市了 那我們有提供一個VR的專區 可以供玩家來體驗 VR嗎 所以是我們現場你可以直接體驗 沒有問題 好Lucky喔 上去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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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抓你 小心被告 樓梯 我現在在走樓梯 我上樓梯 我好暈喔 快吐了 那這邊有很多亮亮霓虹的地方 很美 但我現在有點暈 走音 對 那老闆這邊還有沒有什麼魔風很厲害的收藏 有啊就是1993年第一版本的最厲害的九張卡 就是大家都稱為POWER NIGHT的九張卡 那其實魔法風雲會這個卡牌已經30年了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它其實有蠻多卡牌是很珍貴在網路上流傳的 我知道我知道 恩格林的那個黑蓮花 想知道這黑蓮花也包含在老闆這個POWER NIGHT裡面 包含黑蓮花在內的九張 玩家們稱得最強的卡片 所以才有幫他們冠一個名字叫POWER NIGHT 就是最強的九張 也是包含黑蓮花在內的 第一次看到實體 對啊 之前就是看網路上說競標多少錢多少錢 那想問一下老闆就是這些牌是依序去收集 還是就一次給它九張收集到 沒有啊 就是我是在那個環遊之夜比賽的途中 就是陸陸續續的去得到的 因為也有很多收藏家不會可愛啊 要很多機緣 巧合之下才能得到這樣子的收藏 因為這是每個魔風玩家的夢想 就是收藏 好多耐心 那我小貓妹問一下 我們現在桌上這些的大概價值是多少啊 光黑蓮花的話可能就五百萬 五百萬 然後其他加起來大概五百萬 所以我現在上面就有一棟房子了是不是 但這裡是在那個最完美的卡 狀態下 對對對 像我這個就是沒有發存得很好 可能就少一半這樣 那還是很多 那還是很多 那個 你是忍者你不是小偷 你不是小偷 機身術 我們今天除了要看我們老闆最貴的收藏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來開一張這次最新系列 神河泥喬記的卡包啦 在開卡包之前我必須說 就是我自己覺得神河泥喬記 這一系列 他的這個卡片 其實設計非常非常的漂亮 卡片他很用心以外 我覺得他的故事其實也非常贏得很深 每一個魔風的主角都是彭洛克 像你們這次漂平凰跟回度也都是彭洛克 彭洛克就是穿梭在各個時空 那這個神河時空呢 可能是他們的互相 那18年前就已經有神河這個時空 就是有一整年三個系列來介紹這個故事 那18年後神河的環境 從那個古老的日本變成科技化 高科技 高科技Cyberpunk 每個時空都有很多各自的喜好者 那神河這個環境也是大家非常喜歡的日本的一個風格 那如果你們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欄 我們之前有做過魔風的奇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這一段的故事 就是像老闆剛剛說的就是 日本戰國下面的一個風格的時空 18年後變成高科技嘛 主要好像是講說 就是皇室他想要用科技來統治這個國家 然後代國派他們希望可以用科技找到人能風格 然後就會有一些紛爭之類的 那裡面的主角就是我 帝皇 飄平凰跟你 回度 大概就是在講說 好像飄平凰因緣際會他被綁架了 然後回度他想發現事情的真相 所以就穿越到各個時空 要來找飄平凰 不要啊 你要找我 你必須找我 不要 因為我們小時候青梅竹馬嘛 所以你必須要來找我 那聽起來我應該是個重情重義的男子看 那講到其實重情重義 其實回度也算是 這一次一個蠻重要設計的卡牌 是最重要的卡牌 哎呀真的假的 回度我選前的漫畫家 這感覺超難抽到的 不猜到這張就不會停下來 哇賽 喔喔喔喔 不抽到不罷休的時候 我應該也頭痛 除了這件我今天還有看一些不智慧的地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漂亮 日本話風的卡片跟不智慧的地 都非常合台灣玩家的口味 超愛 所以說這次大家就是抽包 搶瘋了搶瘋了 那我們這邊有30包的系列補充 看我們可以抽到什麼東西好了 它都會有一張這個藝術卡 也是會有人收集這種藝術卡 就是有一些卡片是有畫家簽名 它就會有一個燙金的畫家簽名 那第二張就是不智慧的地盤 3 我沒有不智慧的地盤 是我有這個 喔對那你這個就 大家比較不喜歡 然後它這次會有一些特殊的框 就是有一些武士的框 或者有一些忍者的框 它是特殊的 這次是不是有這種 傳記 它的傳記的概念呢 有點像是古董被挖掘出來的感覺 就是它的 像一本書 被18年後的神盒記錄下來 這種東西 或是這個人 或是這個物品這樣子 像我的廣告卡 就是一盒30包大概有10到12 但不是每一包都有 所以它很珍貴 我以為都會有 我也以為都會有 我也以為都會有 像我拍到這個樣子就是閃的 喔閃的不是 那這種閃卡厲害呢 還是還好 嗯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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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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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這種英文語言 每四包會有一張 叫做 那它的那個列表裡面 會出一些 以前的精選牌 多一張 都有概念 我想說這張沼澤是 大家 對 裡面最喜歡的 對 沼澤 對這張的 對 它每一個地都有兩個方法 對 像沼澤 你就有兩個不一樣的沼澤 這張卡片是 就是它沒有很厲害 但是大家很喜歡這個圖案 對對對 這張是特別有 喔好可愛喔 玩家喜歡這個 可愛的動漫風的圖案這樣 你看我開到奎度了 但是不是 哇你看到奎度耶 但是不是圓澤夫 好厲害喔 它是原版的奎度 但是也是很難開 欸你已經死了 對對對就是這張 喔它是瞬間 不是會的地牌 就是總共有十種 但是我們開到了 九種 其實全部都很瘦 玩家喜歡 很漂亮耶 超有感覺 然後有三個 非常 兵器力開到三個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主角奎度 這個奎度就是有三個不一樣的版本 那大家最想要開到的就是 圓澤夫版本的 另外一個 對 就是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對 就是另外一個 然後這個著名台詞應該大家就是 喔 SINDERU 很一樣的 我顏色都有五條 手部的濃 然後或是這種特殊版本 框跟大家有點不一樣 那就是這盒開到比較特別的 那當然說每一盒的機率都不一樣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開到一樣 或是開到不一樣 不然你們可以開到泡瓶王 嗯 開完了系列補充包 我們這邊呢 有這個六包的 聚增包 聚增補充包 那這個就是厲害的就是 因為它每一包都是閃 這個圓澤夫的奎度 它就直接就是閃卡 如果說泡瓶王也是直接就是閃卡 欸 那巧克我們來PK一下好不好 開三包 然後由老闆來評斷 看誰拍的也好 輸的要接受懲罰 輸的還要懲罰 你要懲罰 怎麼樣怕不怕 好 好 就看垃圾水就飛了 拜託讓我開到飄瓶王 拜託拜託 要開到奎度比較好 真的 那我看到奎度 那我要奎度 我要奎度 閃個平地 閃個海盜 會不會沒輸沒贏啊 兩個人要爛 不會不會 一定會有輸贏嗎 一定會有輸贏啊 要真的緊張 是有特殊的 哎呀 因為有 有妹子圖啦 那你都要妹子了 妹子萬歲 哦 沒有 你看啊 我就是我最後就很讚 兩個都很爛 好像有點難分難捨 如果有一張特別好的話 就直接有勝負 但是我們都沒有開到特別好的 我們是全屏都開好 然後特爛的兩個 我就想說 奇怪怎麼會開得那麼爛 真的是有點 他就平手好了 硬選一個 稀有度的話你比較好 但是五萬收集的話 他開到兩個這個圖是不是 不然這樣子好了 如果今天就是這兩副 你想收藏 你會選哪一個 那我要這個 妹子萬歲 耶 實用性的 或是玩的話是這種 但是如果你收藏是妹子比較重要 因為畢竟這是閃卡嘛 閃卡大家比較在意是收藏 彥如不輸 那我們要來進行懲罰囉 啊 啊 噠噠噠噠噠噠 魔神的路 魔法碰運會神河泥潮系系列已經推出了 大家詳情可以到官網 以及各大卡牌店了解喔 那我們最後就簡單分享一下心得好了 就是老闆 針對這次神河泥潮界的卡牌 不管是他的卡面設計還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想要 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魔法碰運會 他都會為了那個系列 去設計一個特殊的牌框 像這次的忍者框 跟武士框 他每個系列都會有特殊的牌框 符合他的系列 為蒐集者去找 著想這件事情 那剛好這次又日式畫風加服飾會 那台灣玩家就是 直接瘋了 抽到瘋了 這次有沒有什麼卡比較適合新手 如果是新手的話我覺得 不管你是開補充包開到的卡片 或者是參加售錢限開得到的卡片 你都可以把它全部放進你的套牌使用 我們並不會說有什麼套牌比較適合新手 其實新手就是就全部都放進去玩 都可以沒有特別說 某一種東西才能適合新手 那像這個指揮官套牌的話 就是那種可以直接打開 就可以直接用 直接上場平單 這種是更簡單的 就是不需要購買了就能玩 那我們今天也要用這支影片 來抽獎送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就是看影片最後 抽獎的辦法 抽獎要記得靠嘴吼哈 抽這兩盒送給大家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來跟我們一起開卡包 然後學到很多關於魔風的一些知識 大開眼界了 黑蓮花 對黑蓮花 喜歡今天這支影片也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要記得影片看到後面 等一下有告訴大家怎麼抽獎 那我是飄平華 我是奎杜 那我是郭子晉 哈哈哈哈哈 下次見啦 掰掰 想要抽到我們這一次的指揮官套牌嗎 只要訂閱蠟記之道所 按讚分享這支影片 並在下面留言分享 你就想抽到這系列哪一張牌 就有機會抽到囉 大家趕快來抽獎吧